2015年2月12号 百隔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启荣肛门定政局 针对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因为肛交案罪程再度入狱 光明日报专栏看见认为 朝野逐鹿中原的战场 不应该落在赛夫的肛门屁眼上 而忽略问切民众 导致全民受困于肛门之战 文中指出 朝廷政府反而应该 为民主肛门的排毒过程 亲身问诊 认真观察粪便的情况 颜色和气味 所谓的想辟和臭辟 实际乃是民生民意的真实反应 而不是人民放个想辟就是反政府 人民再放个臭辟就是推翻政府 这不是健康之道更非治国之理 如今安华案已经结束 文中反问朝野对肛门屁眼 与民生民意的理解 是否有更健康的诠释 何让国家人民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呢 接下来是新周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 明连应以大局为重 安华背叛陆语 明连何去何从 针对这个问题 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认为 明连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关键不在于安华坐牢 而是党内更深沉的问题 包括伊党和行动党之间的争执 作者指出 明连应该抛弃过去讨价还价 和帝国守卫式的政治操作模式 再次以大局为重 为联盟寻求共识 并只专注于有关共识 如果按照以上模式运行 一切都没问题 但如果以自身和政党利益为优先 那联盟就会瓦解 到时候健全民主梦将破灭 国阵会一直笑到最后 而安华和他的家人的牺牲将会是徒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